另外台东一名私信男子的邻居 是任养了一只流浪狗 取名为灰熊厉害 而这只狗平常老是往私信男子家里跑 而在23号下午 灰熊厉害一如往常的 又跑到了私信男子的家中 可是这一次却在私男家狂吠不已 私男觉得奇怪 就出来查看 只见灰熊厉害朝着屋外的鞋柜狂吠 仔细一瞧才发现鞋柜内 躲着一尾罕见的锁链蛇 吓得私信男子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前来捕蛇 消防人员移开鞋柜 赫兰发现里头藏的是一只锁链蛇 赶紧利用工具将蛇抓进网袋当中 台东一名私信男子的邻居 任养了一条流浪狗 并取名为灰熊厉害 而这只狗迟常跑到私信男子家串门子 而昨日狗在进入到私信男子家时 却异常的像鞋柜狂吠 当私信男子郑玉上弦查看时 赫兰发现里头藏有一只蛇 赶紧通报消防人员前来协助 应该是锁链吧 应该是锁链哦 不敢出来哦 怕他从那个门跑进来啊 我出来不敢进去了 你在什么 我出来以后就不敢进去了 是哦 那你发现了死了 就是那个狗叫的 平常没有叫那么大声 今天叫的特别大声 听到什么声音啊 就不知道啊 然后听到他叫的很大声 然后一出来一看就 就是听到那个声音 这样嘶嘶嘶嘶嘶叫的 所以你居然不敢进去了啊 我也不敢进去啊 就是这边啊 在消防人员张蛇一开之后 私信男子全家也松了一口气 而且经过这次事情之后 私信一家人也考虑去领养一条流浪狗回来 记者陈静玲台东市报导